那第二点这边A A enter 然后A enter 第二点的话呢特别注意要有几个方式 那这边我先给到也是五个 项目五个 然后呢第二点那特别注意要 我们可以给角度那角度部分的话呢有几种方式 我们可以给什么 给这一个 极坐标 极坐标部分的话呢现在没有60度 所以你可以用30度 因为3060 OK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一个 角度 这边 那角度部分的话呢让它出现60 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话呢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现在要让它移动 复制那并且可以叠在一起 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第二点应该在哪里呢 如果四分点 应该在切点上面 切点上面所以我们可以 在切点 这边的话 强制锁点 坎坐加右键 切点 然后直接 找到 第2点这个应该是不行这样 所以这里的话 看 第2点 60度 如果从中心点 从中心点 第2点 我们可以斜斜的60度 第2点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应该是 如果要相切的话 一定是多少 应该是20 所以一定是20 所以这里的话呢如果一定要相切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第1个也是一样再一次 复制 然后把这边选取起来 然后基准点的话特别注意 不要底下 我们改中间这一点 中间这一点 第2点的话 AEnter AEnter 然后5个 第2点的话特别是 先给 角度 先给60 再输入 多少 20 特别是为什么是20 因为 一个圆的半径是10 另外一个圆 如果相切的话 那我要找的是第2点的 中心点 所以距离两边是一样的 一定 都是10 所以这边输入20 角度 距离20Enter 各位再把它 控盘线结束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一定会相切 我应该了解意思吧 中心点 到下一点的中心点 这边到